樱桃好吃 树难养 花友寄过来一个种子 让我教一教 教一教这个樱桃树怎么播种 怎么繁衍 然后呢今天话不多说 继续挑战花友寄什么花 就教给它养什么花 我听说过有寄花的 要嗝屁的来我这住院的 没想到还有寄个这种种过来 让我给它繁育的 好难啊 它是吃樱桃吐的糊吧 品名耳塞 还用个小盒弄过来 打开看一下 这是五颗樱桃种子 接下来呢咱们就进行给它播种了 我哪知道是不是吃的 感觉还有点糊了 是不是炒熟了吗 如果是熟了的话就种不活了 这位花友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给它播种了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找一点点的水 把这个种子给它泡起来 稍微泡一泡 利于它的泡壳 最好是能够泡一宿 或者是泡个一天两天 那个样子再种才会更好一点 就会利于它的一个破壳 很多话说老河一 我种的这个种子怎么那么难破壳 因为这壳比较坚硬 你泡一泡的话 就软化那个壳了 它会膨胀嘛 吸水膨胀 就会帮助它去破壳 在这个时期呢 你可以加入一些个这种生因液 往这个 种子里面 还可以加入一些磷酸二丁链来进种 这个都可以的 少来一点就行了 看着差不多放一点 这种 一般播种的话我建议大家是在春天进行 因为这个季节播种 我就怕什么呢 刚长的差不多了 又冬天又来了 我怕它扛不过去 下面找几个盆 随便找几个盆就可以了 正好五个种子嘛 咱们就用五个盆就行了 放上土 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这种松软透气的 我用到的是老花衣的通用配方土 这个也可以播种 也可以牵插 也可以育苗 也可以种花 也可以种豆 也可以种瓜 稍微压实一下就行了 不要压的太实了 可能花肉很实诚 我说你稍微压实一下 它就跟打烤的一样 压那么实干嘛呀 差不多嘛就行了 好 咱们呢就假装是给它泡了一宿了哈 假装泡了一宿 然后把这个种子摁进去 摁到稍微深的地方一点 不用太深 大概吐下一厘米 两厘米这个样子就可以 太深了 它不利于 不利于它破芽而出 剥种的时期呢 就不要吃什么肥了 如果是大家地灾的话呢 就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个药 防止虫子把这个种子给吃掉 一般我们老家里边 我姥姥他们家 种红水的时候 会放一些个药 这个时候用素水就可以了 温度要高一点 如果说温度太低了的话 它不利于它的发芽 浇水的时候 不要往水里面加什么肥料了 可以加点生根叶 加不加这个无所谓 因为种子它自己会长根 泡种的时候 咱们用过来就不需要 放起来吧 接下来呢 咱们就放到一个光照 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就可以了 不要暴晒 不要暴晒 是可以晒一丢丢的光照 就静等它的发芽 等到它根系长满之后 长壮之后呢 再给大家做一个日常的更新 这就是一个樱桃的播种了 好的话说老婆 你这样种出来的樱桃甜不甜 这不是那不那的呀 这个啥都不一定 还是那句话 樱桃好吃 树难种 唉 太难了 别的没啥了 如果说想看什么视频 可以视频下留言 想要寄养的臭宝 可以私信我们后台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转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了